冬冠38号演习在今天进入第四天 国军早上在屏东加露塘海滩 实施联合登陆作战操演 由海军陆战队跟两栖特遣部队担任攻击军 展开周波攻击 现场还有IDF战机投放热焰弹 还进行了水中爆破场面震撼 两架IDF战机来到目标区上空 连续投放好几枚热焰弹场面震撼 不只空中紧接着在水域进行的是水中爆破 引爆瞬间四条水柱一飞冲天 随后AAV拐两栖突击车 从中坪建委释放展开周波攻击 滑雪上岸后还有五艘CRRC橡皮艇 上面载着阿兵哥登陆墙滩 成为演训一大看点 本营已完成两栖基地训练 除各项两栖技能的课程之外 并针对操舟集训以及武装球渡 两栖独特车换载等水上课程 此时勤训经练以达训后能站之目标 汉光38号演习士兵操演进入第四天 早上7点在屏东加入塘海滩 进行联合登陆作战 由海军陆战队及两栖特遣部队 担任攻击军展现实力操演 我在两栖任务基地训练期间 积极投入武装游泳 操舟 探案突击等各项任务 未来期许自己在任务上 以及训练上 我会持续精进全力以赴 屏东加入塘海岸 因为海滩平直开阔 是进行两栖登陆的绝佳地点 这回演训顺利在目标区登陆 控制要点 也让民众看见国军的坚强实力 杰苏世伟 屏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